好,我们来看第七题 燕子写测燕题,每写对一题得五分 燕子共得到85分 请问他答对了几题 好,他写对一题得五分 他写对一题得五分 再写对一题又得五分 再写对一题又得五分 然后他写对了几题,我们不知道 那有几个五不晓得 可是我们总共是有85分 那这个就是五的连加咯 五的连加就是五乘以乘数等于85 好,我来举个例咯 二乘以多少等于八 是不是,四怎么来 八除以二 所以我这个瓜糊怎么来 85去除以五 所以85除以五 就是答案咯 我们写在这边哦 五一五,五七,三十五 好,等于十七 所以这里有十七个五 那就是答对了十七题 所以答十七题 好,看第八题 用算四天冲题 记问题再算算看 有一捆长一千两百公分的绳子 每几公分减成一段时 刚好可以减成八段 每几公分减成一段时 刚好可以减成八段 假如呢,这里呢 假如这里有八公分的绳子 我每两公分减成一段 两公分减成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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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是八 里面有几个二 八,里面有几个二 好,可以减成四段 好,那这一题相对的 好,全部是一千两百公分 每几公分减成一段 不知道 总共可以减成八段 好,再讲一次哦 以这个例子来说 这个全部长八公分 我每两公分减成一段 我就是八 里面有几个二 好,有四个二 可以减成四段 那这个题目说 它全部有一千两百公分 我每几公分减成一段 不晓得 那我全部可以减成八段 那我算是要这样写 好,例 又来了哦 好,比如说好 六除以多少等于三 是不是二 二怎么来 四十六去除以三 才会等于二 六去除以三 所以过来我们就要一千二 要除以八 所以我们就用一千二 去除以八 就是我们的答案哦 我们来写 好,八一的八 八五 四十 答案就是一百五十 就是每一百五十公分减成一段 答案一百五十公分 好,看一下第九题 陈瑞每天看相同页数的书 六天 共看了八百四十页 一天 一天看了多少页 六天哦 他六天共看了八百四十页 六天看了八百四十页 那一天看多少页 他每天看相同页数的书 那我是把这个八百四十页平分给六天 每天看相同的 每天看都看几页不晓得 可是这六天呢 这六个瓜糊里面呢 一二三四五 这六个瓜糊里面的页数都要一样 这六天看一样的 看一样多的页数 对,全部看了八百四十页 好,那连加法我们就要用乘的哦 等于八百四十 好,那我们这里就要用八百四十去除以六 好 六一得六 六四二十四 好,等于一百四十 好,这里就是一百四十 所以他每天是看一百四十页